RayTV 大家好 我是Ray Ray今天要來跟各位開箱一個東西 那它是一個Type-C的一個充電頭 那其實Type-C其實手機上都有了 為什麼我還另外買這個呢 大家也知道 比如像這個 我最近買著Gran這一台的筆電 這台Gran的筆電 那它除了原本的變壓器充電之外 它有另外一個方式 也是可以用Type-C的一個充電 可是它Type-C規格不太一樣 它要支援有PD功能的才可以 那至於這個我是買了之後 我才有開始研究啦 那當然也不是研究的時候 我大概有了解而已 那為什麼我會想要充這個 為什麼我會想要買呢 因為其實 這一台筆電啊 它很輕薄 可是啊 它的充電器 說實在的 蠻大的 這個就是它的充電器 原廠的充電器 現在充電速度還蠻快的啦 它有65 這個應該有到65W的充電 可是啊 會有一個問題 我不太可能 帶著這麼輕薄的筆電 結果又要帶著這麼大的變壓器 到處亂跑 所以就變成說 想要買一個 比較方便可行的 這個充電器來給大家 我這個啊 那我的想法是想說 欸這個比較輕便 而且它 不只可以充筆電 也可以充手機 等等 很多 比如說我的行動電源 有用這種 做一個充電處理 所以我覺得它還蠻方便的 那接下來就開箱給大家看吧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 叫小米 USB Type-C的一個充電頭 那它下面呢 有它的大陸的一個充電池的一個說明 其實小米的東西 它包裝也都很精簡啦 它左右兩邊 基本上都只有Honeymark而已 那 它背面啊 也沒簡單的 就是告訴你的 它一個充電的規格 那它是用 100到2040的 所以基本上呢 你帶到全世界各地都是共用的 然後它的輸出規格啊 它蠻好的 因為好到20V 然後 電源也到2.25V 所以它充電速度會是蠻快的 那比較可惜的是 台灣目前好像還沒有進口這一顆的東西 因為我在小米的官網啊 跟 嗯 小北的小米之家 我都還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那所以我呢 我就去網路上的網購 去買了一個人家 代購進來的 它其實也不貴啦 它大概就比原產貴一點點而已 那我買這顆大概 含運費的話 大約是510塊左右 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我拆開等一下做 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OK 那我剛剛把 東西拆開的話 目前裡面的東西很簡單 它就是一個這樣 充電頭 然後它一個簡單的說明書 然後還有一條存輸線 那這個存輸線是雙邊 都是Type-C的 其實它現在還蠻好用的 也說你要拿來傳手機資料啊等等的 都還蠻方便的 而且 Type-C的轉速度又比原本舊的 Micro的USB的速度又更快了 那這個呢 我覺得蠻划算的 因為正常這個充電頭啊 大概你買其他牌子的 我們上次看到價格也都蠻貴的 那這個東西它只有500多塊 然後它有這個充電頭之外 然後它還有另外一個這個 我覺得還蠻划算的啦 因為光這個你單純要買一個的話 其實現在也不便宜喔 因為Type-C目前的普及率 還是沒有到那麼的廣 可是這 其實它大概兩三年前就已經有開始了 那最近這幾年已經開始 慢慢逐漸變廣了 因為看網路上賣的價格也越來越便宜 就跟它以前的那種Micro USB1一樣 當你普及的話之後 你的價格就會往下降了 而且現在的新的高規的手機啊 基本上都是Type-C的接頭了 所以它會越來越多人使用 我也覺得蠻好用的 因為它比舊款的 舊款的那種頭 舊款的只能單面插而已 然後這個跟蘋果一樣 雙面都可以抽插 然後它可以傳輸速度又更快 然後又支援很多新的規格 而據說啊 可能網路上的消息了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據說蘋果的下一代 可能也會採用這個頭 那我覺得如果採用的話 那就更方便囉 因為 呃 其實我覺得有機會 因為像Mac的電腦啊 它也都採用這個規格的一個接頭了 像它新的那個Mac的電腦筆電的部分 它只有採用這個Type-C的一個接頭了 呃 不好意思 跟各位介紹一下好了 另外一個 東西 另外我之前有開箱過的一個 Type-C的一個短接器 那這個呢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我之前的另外一個開箱 那它就是 呃 會把 因為有時候很多東西都需要交接 比如說像我現在的 呃 筆記型電腦啊 或者是我可能有所有相機啊 或是有一些比較規格的 呃 所有相機目前都是 Micro USB比較多嘛 那如果新款已經慢慢改成 Type-C的接頭了 當然舊款的有些東西是還需要一點時間 那我覺得在這個過渡時間啊 那我覺得在這個過渡時間啊 用的像這一種 轉接其實還蠻方便的 因為有時候你帶的出去啊 就還蠻方便的 尤其如果你帶的電腦是Mac電腦的話 你就很需要這個東西了 因為它目前的規格就只有 它比電上的規格就只有 Type-C這種接頭了 OK 那等一下我就拆開給各位 看你家測試看一下它的充電效果 OK 這個充電頭呢 我們剛打開 它其實還蠻乾淨的 就跟一般小米的系列的東西都一樣 就上面 它的四周圍都還蠻乾淨的 然後上面也就只有一個 USB的一個孔而已 然後呢下面是屬於可遮蓋式的一個插道 你要充電的時候就把這個 搬出來就可以了 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 那 接下來就給各位看一下它的一個規格 摸一下 就可以了 它規格呢 有這個跟剛剛外包裝顯示的差不多 那這一顆的製造是大陸生成製造的 Made in China 它的線呢 線材呢 是還蠻長的 我剛打開大概量了一下 大約是1米8左右的長度 基本上1米8也是都很夠用的 那接下來我測試一下 現在呢我已經把這個充電頭啊 已經插上我的手機了 而這個手機是HDC的URO Ultra的一支手機 那 它目前可以給各位看一下 它上面已經開始 它充電就會顯示這個燈它沒有錯 然後呢 我來測試看一下 看看它是不是用快速充電 其實最快方式是把你要打開 然後進入電源的部分 它這邊就是一個快速充電中 代表呢 這顆是有支援快充的 喔 剛剛有提到 因為這支手機目前是支援QC的一個快速充電 那它的規格呢 又比QC的更高級 因為它的電容量輸出啊 它的電壓輸出跟電腦輸出它都蠻高的 所以呢 基本上 你用到QC2.0 是QC3.0都不是問題的 這是我測試手機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等一下要來試一下 看這一台Gran的這個筆電 它能不能正常的充電 稍等我一下喔 我就給大家看一下 OK好 接下來呢 我們給大家測試的是 這一個 US Type-C的一個接頭 接上這台Gran的筆電 它能不能順利的幫它充電呢 然後去囉 其實我也蠻頂張的了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用這樣充電的方式 OK 上上去之後呢 其實看到這邊的一個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顆 這是它的電源指示燈 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它是有一個充電的符號 代表呢 它是可以幫這一台筆電充電的 但是相對來講 它的充電速度可能就沒有原廠那麼快 因為原廠那顆是65W 這一顆是45W 所以速度上會有差一點 可是基本上呢 我覺得沒什麼差啦 因為我插著充電的話 它不差那一點點時間啦 但是攜帶方面性上就差很多了 這一顆就很好帶 我等一下會再比較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先把筆電的電源打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看它的正常的部分 能在 看進入Windows裡面 有沒有正常的一個顯示 回一下 剛好它要開一下畫面 OK 那我們進到這個 電腦桌面之後呢 你看下面這邊 電源的部分 打開 有 它這邊已經 代表它是充電的了 目前已經有96%的電 所以呢 代表它正常充電都是沒有問題的喔 這個它有一個優點 我等一下再另外解釋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那目前呢 看起來整個 是還蠻OK的 比電的使用上來講的話 就很好用 因為它比原本的充電器 因為我 其實我 因為這台的那個待機器很夠 那目前我用起來 大概應該充一次電 可以正常使用 大約10到12小時左右 因為我還沒有全部用完 因為我通常都是用一天 我一天在外面跑的 跑去時間的話 扣完 實際用電腦時間大概是 6-7個小時左右 那我回到時間 我就習慣幫它充電 然後充保電給大家 帶出去 我還沒有一次用到 完整的煤電的狀況下 通常我用了大概 6個小時左右 回到家大概還有 百分之50的電 所以正常來講 它使用了12個小時 應該不是什麼問題 然後有了這個之後呢 我就會比較常 帶它出去充電的了 那另外一個 剛剛我講 它其實有另外一個用途 等一下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說啊 這條線有另外一個好的用處是 它可以像現在這樣子 我直接手機 插上它的線的時候 也是可以快速充電的喔 你看一下 它插上USB 也是一個快速充電 也是快充的狀態 那通常來講 你用舊的 或是用其他的東西 你就不可能 因為你通常接電腦USB 它都是慢速充電 那這個Type C 它本身就有支援快速充電了 所以用這個充電是很方便的 就是你可能 像我現在帶筆電 因為我剛剛提到 它的電量啊 基本上我用一天用不完嘛 那剩下的電呢 它可以編幫我手機充電 因為手機如果開啟網路上接力台的話 它其實是很好電的 那如果它可以用筆電的一個電量去幫手機充的話 那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喔 這樣下來可能一整天 而且充電器我只要帶一個就好了 我不用帶兩個 很方便 OK 這個另外一個比較重點啊 我剛剛就跟各位說到了 我覺得變壓器來比大家大小 因為像這一個 目前看到這一個 就是我Granby店 它原廠的一個變壓器充電 那它有整個 這個變壓器還蠻大的 然後加上這些頭啊 這些線這樣 其實 帶起來也不是那麼的方便啊 那今天呢 如果你能達到類似好 類似的功能 可以用這個功能然後一樣的話 但是你的大小就只要這樣子 你看 我從這麼大 變成只要帶這一條線跟這個手就可以了 就可以完成它的功能了 當然我覺得就 方便很多 因為對我來講的話 它這個真的好用很多 而且才會 非常有不貴啦 網路上買小米這個 這個它充電筒還蠻划算的 只是比較可惜 就是台灣目前還買不到官方進口的 所以你只能從大陸那邊去購買了 那其實還不錯 因為我覺得現在網購的時候是蠻方便的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去網路上購買 這個充電筒喔 我剛用起來覺得還不錯 那實際的充電速度呢 之後如果有再分享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它有差的部分就是 對於充筆電有差而已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對於充筆電沒有影響 因為它這個的電壓 比我原本手機的快充還要更快 所以基本上它充手機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那就插在它的充筆電的部分而已 OK 那今天分享到這邊喔 那希望這個東西 可以給各位一個參考 那當然如果你是用其他 一些型的筆電的話 都用得到了 可是我個人是蠻期待的 像蘋果 如果下一代啊 也跟著 那下一代的蘋果的手機啊 如果採用這個規格的話 其實就更方便喔 我覺得應該是蠻有可能的 因為網路上傳的 可能一些留言啊 或者是人家 目前傳 這陣子我看到的消息是 有可能喔 因為 我覺得它Mac 它已經把Mac的這個頭啊 它已經把舊的USB的頭 都已經捨棄掉了 只留這一種頭而已 只留Type-C這種頭 我覺得機率是蠻高的啦 因為這種頭 它目前的規格啊 通用啊 數據等等 都還蠻方便的 它傳輸速度比較快 然後又支援快速充電 然後又支援雙向對沖 比如說 你可以 我剛剛講 有時候我要充筆電 或者是我要筆電幫手機充 等等之類的 它也都可以去做設定 其實還蠻方便的 那今天介紹就到這邊喔 希望這個影片的話 大家會喜歡 那這個東西呢 如果大家想買的話 可能 我覺得大家直接上去 比如說像沙皮啊 或者怎麼樣的 它你們直接上網去搜尋就好了 那 我就不多說介紹囉 好 今天我們介紹就到這邊喔 好 謝謝大家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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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